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欣怡 歡迎收看今天一個雲林新聞 科技公司入价在新散產品的時候 南美農的三星輸入貴企物 這些輸入貴企物 因為沒有專門處理的領域 因此就需要委託專門出雄 這些是用處用文化爐來做處理 在前六七分庫工業區 目前剛好有一個5.9公斤的抗爭 為處立委所在本這幾鄉中央進出 用這個地作為環保養地來建設 除了可以解析複入貴企物的問題 竟可以將貴企物轉變為可以利用的主緣 科技公司在在新散產品的東西 會來申請複入貴企物 但是沒有真正的複入貴企物 是沒有一個專門的地點來做處理 其實在前六七分庫工業區 剛好有一個5.9公斤的抗爭 由處立法委員所在本以及老建國 都能是自己向中央來進出 就要再來設為環保養地 事業廢棄物的話應該要找一個 自己能夠處理就趕快來自己處理 不要去沾到那個家庫垃圾 那個粉紅樓的這個處理量 我所知道來講 劉建國立委在立法院也大力的主張 那今天的話我們討論 討論到這樣子來 劉建國立委也有交代 所以有關於這一塊的5.9公斤的環保用地 今天大概大家有個共識 共同來推 希望的話在年底之前 那麼環保局就能將這個 衝衝把它淋選出來 占對著環保養地主委 情合中心的實力 分庫鋼雅庫 以及中央協會的大力 標示暫行 未來除了可以來解割 事業廢棄物的問題 當然可以將廢棄物 來準備行為有用的人員 以目前環保養地的設計 也將向國安地名的 主委情合中心來做合適 雲科工跟全國廠協會的想法 是希望把它規劃成一個 資源整合中心 就是能解決 事業廢棄物 還能讓它能源化 然後還能儲能 最後它還能變成一個 休閒的場域 我們是以全世界 簽在最乾淨的這個 資源整合廠 就哥本哈根這個 場域來做一個規劃 那大概它要花到 二十幾億的台幣 那我們是預定要籌資三十億 經濟部工藥協的標示 沾對著租源 政合中心的設計 也將在六月底來 提出更加上誓的幾位 專案小組開過 我們大概六月底之前 會把這個資料去做補建 那如果能快就盡量來加速 能夠解決這個 事業廢棄物的課題 那廠商也跟我們建議說 那如果用租的方式 可能在這個評價上面 會比較能夠符合這個 廠商在未來在收取這個價格的時候 因為它還是有一些 基本的公益性的處理 所以這個我們會朝這個方向 來去做處理 因為事業廢棄物 目前並沒有一個專門的處理領域 因此就可能需要 委託專門的業者來做回收 更可能會來遷用到 家庭文化龍的良靈 以目前分庫工藥区 也剛好有這篇五點九公圈的用地 為事業希望可以在這裡 建立一處的主要 環境合同心 記者講義昌報導 放鬆